目前就出發時代 這麼多家長都會煩惱 小孩受到傷害 所以都會怕讓小孩進去廚房 不過對著不著小孩來說 對著有主婦是全萬幾台 第三天論會就特別討論 立育國秀來電開一輪傳的主婦庫長 而且透過美食兩地和帳號的屬性 來實施地圈的農業特性 當時他可以對他在做的規定當中 還是對新外地會也提供主婦庫長 小朋友電到五千萬萬有無無無 這是第三天論會都立育國秀 所基本的主婦庫長 為了要加薪水在地農地散的實施 以及提供農民和北部的辛苦 是特別給你們親心打手做 那小朋友他們一邊做一邊學習的話 他們會覺得說 這又一向變化了這樣子 而且他們回去要操作得很方便 因為針對小朋友 因為是國小的學生 我們準備的材料是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操作的 第三天論會安排加進班行完 帶到小朋友同一個主婦 他會親身體驗以及老師的基督 不能了解團隊精神 不可以拿回台灣傳統的美食文化 在學校我們學了公認課 在家裡我們 我也會主動去煮菜幫家人 這次在這裡煮菜 親自體驗到廚師和媽媽的辛苦 媽媽必須在廚房的油煙中 不要被燙髒很不容易 所以吃的份量要自己斟酌一下 不能乘太多也不能乘太少 乘太少會營養不夠 乘太多就吃不完就浪費 第三天多數的基民 都知道第三星山、露水米、韓吉 以及在順庭農山 但是在來不就偏向學校的人 所以不一定實施這麼多產品 但只是跟小朋友實施 可能還不夠 因素透過激光激度人 也讓他們為作的過程中學習 因為我們學生數很少 所以全校的學生 都在我們的家政班老師指導之下 親自動手操作 從做中學當中 讓他們知道平常自己的父母親 在烹煮的時候的辛勞 那也讓孩子知道說 從做中學以外 他們在生活上又有一種新的體驗 這項活動有趣又好玩 中庫本的地式性化化、在地化 小朋友也在實施在地都產品的東西 竟然用心為這些的過程學習 也讓這家的主持庫定 兼顧出味和教育的效果 繼續用諸主廠報道